好,大家好,我是Nick 然後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NEV生態的進展 特別是在Ethereum上面的NEV這樣 好,我是Nick,然後現在在Mtoken Labs 然後我目前正在Hiring 就是有Smart Contract開發者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 大家結束的時候可以來和我接洽 那這個是今天的投影片 然後投影片裡面內容比較多 然後有一些連結 就是今天這個介紹主要就是讓大家有一個high level overview 然後裡面有些資源可以大家再自己回去慢慢看 好,那今天這個talk 不是有關就是怎麼叫你找NEV 也不是叫你怎麼做一個NEV bot 這個talk是 主要是要介紹就是說 NEV的目前的供應鏈 還有它的整個生態系的發展 然後 目前有哪些設計 然後這些設計會怎麼影響使用者 影響各位 然後以及 有哪些開發是指的你注意 然後你在看這些設計的時候 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好,那今天主要有四個段落 第一個就是先介紹一些background 然後接下來就是在協議層 底層的開發 針對NEV的開發 然後再來是應用層的開發 然後最後是 summary 好,第一個是background 那今天因為我的投影片比較多 然後我只有30分鐘可以講 所以 我的語數跟我的那個進度會比較快一點 好,所以那現在開頭 主要背光的地方 就是先從幾個事件開頭 這個幾個事件介紹 主要是要告訴你 就是 當 Etherevon的區塊 容量有限 那大家都在競爭的時候 會造成什麼樣的使用者體驗的 影響以及miner有多大的權力 第一個就是formal 3D 這可能以前有經驗的人 有看過的人會知道它是什麼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個非常直接的 這個龐式騙局 老鼠會資金盤這樣 大家就是搶著要成為最後一個買家 那你成為最後一個買家 那你成為最後一個買家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你就能把前面人投注的資金 就不拿走這樣 那所以大家一定是封搶成為最後一個嘛 那大家一直買 一直買 那就只會導致這個資金盤越來越大 最後沒有人 沒有人能夠把資金拿下來 那最後這個資金盤是怎麼結束呢 是 那個贏家是最後把整個網路 區塊完全塞滿 連續好幾個區塊 讓沒有任何買家能夠去買這個 成為最後一個買家 那所以 這個結果就是 讓使用體驗非常差 對一般來說 在那段時間 只要這種資金盤出現的時候 有贏家出現的時候 那段時間的使用體驗都會特別差 那再來就是 礦工 在那時候有人是懷疑 有些礦工是 配合那個贏家 或者是搞不好本身就是那些 本身就是贏家 然後去聯合去塞滿這個區塊 不讓任何其他使用者 來去購買這樣 然後再來是ICO 然後也是在2019年的時候 非常熱門的東西這樣 那基本上就是大家要搶著去 買那些發行 項目方發行的代幣 那這就導致了就是 在發行的時候 那個 那個期間 會有 那Gasware 那Gasware基本上就是 大家瘋狂競標 把Case Price 競標 拉得很高 然後去買那個幣 那這一樣會讓 一般的使用者 沒有要買ICO的人 獲得一個很差的使用體驗 那那時候也有傳出 就是有 Miner會配合 一些買家 能夠幫他們 一定 保證他們能夠拿到這個ICO的offer這樣 因為 反正Miner有決定 要收入哪些區塊 哪些交易間區塊的權利 所以他們權利是非常大的 好 那 所以有 後來也有人就是有 Dark Forest 暗黑森林 這個 這個詞出來 那基本上就是 他講就是說 其實 大家可能平常在表現上看不到 但是其實背後 隨時有一群 Bot 有一群機器人在監控著 我們的交易池 然後發現有 可以套利 或是 所以 套利基本上可以有 以下這幾種 就是能夠獲得 NAV 機會的人 他會馬上把這些機會拿走 那比如像 像是 有些人就實驗過就是 用 用一些 用 比如像 池 還是有名的池 組出一個助記池 那 用這個助記池導出了私藥 然後把錢打進這個私藥 然後很快就會 權利就會被轉走 所以表示 有 固定的機器人的監控這些 可能使用者 一些 一些新手會誤用 使用助記池的方式 然後導致產生一個 可能已經被知道的 食藥 這個食藥 可能已經被知道的地址 然後把錢搭進去 那錢馬上就會被拿走 那或者像是 就是有人 解一個謎題 那個公開謎題 是 任何人只要知道答案 都可以拿錢 那 你把這個答案一公布出去 馬上就會被搶走 別人就可以直接把你的答案搶走 拿去 領獎這樣 那其他還有其他 就像是 攻擊者去 攻擊某個 如果他沒有 做一些防範的話 那這些霸體 也是可以直接把他的內容 全部照抄 然後自己去攻擊一遍 把錢搶走這樣 好 所以後來就是有 Flashboard 2.0的文章發表出來 那基本上就是 講就是 擔憂礦工的權力過大 他們有完全就是 排序收入交易的權利 那 而且礦工是 在經濟動機上面是 很有經濟動機去做 做為一個中進化角色 因為他們的 經濟規模的優勢這樣 那所以他們那時候就 最先出來 提出的這個 NEV 這個詞就是 Mine and Extractable Value這樣 好 所以 這幾個事件 主要我想要顯示的就是 NEV 會造成使用者的 使用體驗上的困擾 或者甚至造成 經濟上面的損失這樣 而且它會讓礦工的 中心化問題變得更糟 那這不會是我們所樂見的這樣 對 基本上就是礦工 會造成的 中心化造成的一些影響 然後後來所以 Feshbar這個設計就出來了 那基本上他們的 他們就是意識到說 你基本上沒辦法避免 NEV 那所以與其你盡可能想要說 希望NEV不見 那不如你建造一個公平的公開的市場 讓大家都能夠來進行 NEV的操取 而不是讓這些權力能夠 只能掌握在礦工手上 所以在Feshbar裡面主要會有兩個角色 第一個就是Searcher Searcher尋找NEV套利機會 那把這些套利機會 打包成一個叫做Bundle的東西 那這個Bundle就是 這個Searcher會進行套利 然後它在這個Bundle裡面 同時會附礦工請礦工收入 它這個Bundle讓它能夠獲利 礦工也能夠獲利這樣 所以礦工會有經濟動機去 把Bundle收入來收錢 那這樣礦工本身就不需要去 投入很多資源去尋找這個NEV機會這樣 所以它就建立一個公開透明的市場這樣 好 那在Feshbar這邊要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它裡面需要信任 信任就是說Searcher需要相信礦工 說礦工在看到它的Bundle裡面 不會把它的Bundle拆開來 然後把套利機會自己搶走 這個是需要 Searcher會需要相信礦工的 那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 是因為礦工會配合 因為它礦工是一個就是長久持續經營的事業這樣 因為它有一大堆的礦機 它沒辦法說 我現在把這批礦機丟掉 或是馬上就賣掉這樣 所以它為了想要能夠持續獲得NEV收益的話 它一定是會配合Searcher 然後不會想要去投走Searcher的Bundle這樣 不然Searcher可能最後就會不願意給這些礦工 好 那另外Feshbar帶來的 對使用體驗的影響就是 就是Miner基本上它只會收入會執行成功的Bundle 然後所以執行成功的Bundle 就是Searcher獲利 Miner也會獲利 礦工也會獲利 因為 這是因為基本上成功的Bundle一定會比失敗的Bundle 還來的獲利對Miner來說還來的多 因為你失敗的話 表示Searcher沒有辦法賺到NEV機會 它也沒辦法給礦工錢 所以礦工一定是有動機只收入成功的Bundle這樣 所以基本上只有成功的Bundle會上鏈 被收入到區塊裡面 那些會失敗的基本上都已經被過濾掉了 所以這會導致就是被浪費的空間 區塊空間大幅的降低 就像是說很多ICO的購買搶購 NFT的搶Mint 很多人就是直接送出 那最後他可能搶不到Mint或是Purchase的話 那最後他交易就會失敗 那失敗基本上就是浪費區塊的空間 所以這個Flashbar帶來的SidePay就是 只有成功 在經過Flashbar的交易 只有成功的Bundle會送送電 那那些失敗全部都會過濾掉的話 就我們能夠省下很大一部分的區塊空間 能夠給正常的使用者來使用 好 所以Flashbar帶來的貢獻主要就是 在處理NEV問題上面踏出第一步 然後這邊要做的就是Miner跟Searcher是會互相合作了 那這在我們等一下進入到後面POS的時候會有點不太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他帶來的使用體驗的一些優化 也不是優化就是一個副作用 但是是好的副作用這樣 好那所以下一步呢我們已經有Flashbar 下一步就是我們要再努力去處理NEV的問題 NEV的問題是什麼 大家也會介紹到 那接下來就會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在協議層 我們在協議層 我們的開發者要怎麼去設計這個協議 來避免NEV造成我們的協議整個生態整個網路的問題這樣 那基本上就是要保持NEV的市場是透明的 公開透明 然後以及避免中心化 這是最核心的 對於協議層來說我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免 我的協議層我的validate的中心化 那在應用層就是針對使用者針對一些dev的發展的話 基本上就是第一個就是對使用者來說 我要拿回NEV這樣 那這是什麼意思啊 會是講到 那再來就是我要現在要 我原本NEV是對我使用者造成傷害 或是對我的dev造成傷害 那接下來我是要反過來 我要把NEV變成我可以利用的工具這樣 好那接下來就是會馬上介紹到怎麼去 這些設計是怎麼達到他們的目的 那在進到這些介紹之前 我要現在快速提一下就是 就是NEV有分好的NEV跟壞的NEV兩種 那不好的壞的就像是front run 這個是搶跑的意思 那基本上就是我一個NEV的套利者 我發現一個礦工 我發現一個使用的交易可能是要去搶mint 或是搶像剛剛提到的 比如說解一個puzzle這種東西 那我發現這個東西可以獲利的話 我只要把內容全部copy過來 然後把我的交易安排在使用者交易之前的話 我就能搶走他的NEV 那這個就是搶跑 這個是屬於 大家會屬於 把它歸類為屬於不好的NEV 這樣就是搶跑 搶走別人的NEV 或是搶走別人的 可能獲利的機會這樣 那再來是三明治夾擊 這個是主要用在 在DEX裡面的contact就是 假設我要用USDD去買ETH好了 那因為是AMM會有滑價嘛 然後我買之後會把ETH的價格推高 那所以有人看到我這筆交易的話 他就可以搶在我前面去買 然後在我後面再去賣掉 然後把那個價差賺走這樣 那基本上這個就是sandwich 那這個也是對使用者造成不好的 因為那個使用者原本可能可以 以更便宜的價格買到ETH 但是他被夾底之後 等於把那個滑價的空間都夾掉之後 他其實沒有辦法獲得他原本 應該可以獲得更好的價格了 那所以這是屬於不好的NEV 那好的NEV像是就是一般的套利 就比如說我把NEV 我假設現在ET的就是2000USD好了 然後我把它買上去 它的AMM三明治價格會變成2050之類的 那2050跟2000 你真正在中間換交易所的2000 這個中間的價差 50塊的價差就是可以被賺走的 那所以就是套利者就會把這個價差賺走這樣 然後他也能夠幫忙 把AMM的價格搬回到2000 就是正常的一個 應該說證 應該說正常就是 應該要他正常的市場價格這樣 那再來是就是清算 借貸協議會需要 他借貸協議不希望自己的協議 背上很多就是負債 就是我借錢出去 然後結果最後我的那個抵押品 發現我的抵押品價值反而抵不過那個 他借出去 借出去的錢的價值已經大於過抵押品 那這對我借貸協議來說本身是不好的 所以我希望有人能夠幫我把這個 讓我的協議能夠避免有壞帳的情況 所以會設計就是讓這些機器人 這些套利者能夠來幫我處理到壞帳 在當抵押品的價格一直跌的時候 他能夠把這個壞帳清掉把它清算掉這樣 那再來就是background background基本上是front round的反過來 應該說front round是搶 搶在使用者交易之前 那background的話就是跟在使用者的交易之後 那這個主要做就是 基本上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當我使用者交易把ETH價格推高的話 那我馬上跟在他後面把他的價格搬回來 賺走中間的價差 那就是background 那這個不會影響到使用者 他只是單純賺走使用者交易造成的價差而已 所以三明治夾擊基本上就是一個front round加上一個background 那這個會造成使用者的損失這樣 但是background不會 好 時間不夠 要講快一點 那接下來是協議層的設計 有這幾個 主要就是flashbar 過去的在POW時代的 然後接下來是POW時代 這是當前的設計 然後未來還有很多設計是要共同處理 主要就是處理中心化的問題 我們要避免網路太中心化 好 所以flashbar 剛剛講過的東西 我就直接跳過 那接下來就是PoS時代的nev boost 在背景就是以太坊從PoAW轉到PoS 那PoAW跟PoS有什麼不同呢 基本上在PoAW裡面礦工是中心化的 應該說 但是在PoS裡面 validated是更去中心化 這個是當然說表面上看起來 我們現在有幾十萬個validated 看起來是比較中心化 當然你可以說就是LiDol 那些staking pool的話 它其實也是有做中心化的問題 但是我們這邊先focus在 我們先focus在表面 我們validated在設計上 名義上是可以維持去中心化 那我們想要先保持這個東西 我們不希望 我們首先要避免nev會造成說 讓staking pool越來越大的趨勢這樣 所以 nv boost就帶來PoS這個設計 把PoS設計師做出來 那PoS代表是 proposor build a separation 那proposor是什麼呢 就是在PoS當中 validated幾十萬個validated 他們在偶爾的時候會被選出來 當作proposor 那proposor就是要做propos區塊 也就是說這個start 這個時間點輪到我propos區塊 我可以任意決定這個區塊的內容 那我希望保持validated去中心化的話 那我有些事情必須要做到 我要避免它的負擔太重 那所以我就引入了一個叫builder的角色 這個builder的工作就是 他負責決定區塊的內容該長什麼 負責決定這個區塊該收入什麼交易這樣 那所以 會由builder來負責 主區塊內容放交易 然後他會再付錢給那個 裡面會再付錢給proposor這樣 所以proposor就是可以 單純就是想說 反正我把工作 原本應該是要我主區塊的 那我把這個工作外包給builder的話 那我就可以放鬆 就是 享受這些獲利就好了 所以 當我們validated的proposor 我們就可以很簡單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跑 這個valid 而不是說 每個人現在一般的人 跑validated 都要擔心說 我要設計多複雜的東西 我要投入多少的成本來 讓我賺取到nav 保持我的競爭力這樣 所以 這個算是另外一個 進一步的設計要保持 就是讓validated 越簡單越好 越簡單越好 我們才能保持 validated是去中間化這樣 那所以pps就是把 主區塊跟propos區塊 這兩個動作 這兩個工作分開來這樣 那目標就是要保持去中間化 那另外還有什麼不一樣呢 從pw到pos當中 就是在miner 在pw裡面 miner會投入很多的成本在裡面 一直去可能買新購入礦機 維持競爭力這樣 但在pos當中 每一個validated輪到他propos的時候 他偶爾會有一個propos機會 但是他每一個valid 最多就是只有32ETH的stake 就是他能夠 他投入的資本這樣 那雖然pw可以被slash 但是他最 基本上 他能夠被slash的上限 每一個valid就是32ETH 所以相比之下 跟miner pow minor相比之下 validated有 他的stake 他的本身的抵押好了 就是抵押是非常非常少的 不管是這個抵押是ETH 還是他的名聲這樣 所以 當然在validated 偶爾可以變成proposer 大概平均是每個六個月 可以proposer一次這樣 所以 對validated來說 他有非常大的動機 在市場的時候去miss behave 就是 我去搶走別人的nev 以前在pw miner不會 因為miner是一個長期合作的 經營的生意 所以他不會想要去 偷走search的nev 即便這nev 獲利可能很大 因為他想要持續經營 但是對validated來說 我最多就是三色ETH而已 所以 當我看到一個獲利機會 我搶走他獲利機會 能夠獲得超過三色ETH的話 我就很有動機 要這麼做這樣 好 所以 我們在 當我們從pw 轉到pw當中之後 我們就必須要考慮到這些因素 我們把 我們必須要調整一下 我們flashbar架構 所以 會有一些設計 我們要引入一個中間的角色 叫做relay 然後這個relay 是需要被信任的 對 所以relay會在 剛剛講了pbs的builder跟propos中間 他在中間這個被信任的角色 所以大概的互動方式就是 這個基本上就是nev的供應鏈 目前的供應鏈 searcher產生 searcher交易產生nev searcher user交易產生nev searcher把它撿起來 然後再組一個bundle bundle交給builder builder組區塊 接下來builder會把做好的區塊 送給relay 然後並競標說 我願意為我這個區塊競標多少錢 那relay就會把他收到的競標 告訴proposor 讓proposor選一個最高的 然後proposor選一個最高的時候 他不是能夠直接拿到那個區塊 他必須要先commit 說 我一定會propose這個區塊 沒有propose我commit這個區塊的話 會有相對應的代價這樣 所以這個是反過來 proposor需要先做出承諾 也就是他需要相信relay 這是反過來的性能關係這樣 為什麼 因為 就是剛剛講proposor 他的那個 他的本身的那個stake很少 所以我們要避免他 一拿到區塊 就直接把裡面的nev搶走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讓 請他做出承諾這樣 所以proposor要相信relay 相信relay說 他真的commit之後 relay會把區塊交給他這樣 那如果relay 背棄他 不理他的話 背叛他的話 那proposor就沒辦法 在那個區塊就沒辦法去propose 那可能就會損失一些 手續費 或是那個 區塊的那個費用 就是eth 真發的eth這樣 然後 後來也真的發生一個攻擊 就是proposor commit了一個block 但是他一樣 另外自己propos一個block 基本上就是背叛relay的意思 那這個是發生在4月的時候 有一個proposor就是 背叛relay 他在relay的那個邏輯裡面找到一個漏洞 然後把裡面的nev 區塊那個區塊的nev機會全部搶走 那他最後獲利大概是2000萬美金 然後他最後付出的成本只有32eth而已 那這個原因主要就是relay裡面 他的relay設計裡面沒有先檢查說proposor給他的commit內容 他沒有檢查這個內容的實際的正確性 大概是這樣 所以他就被騙了這樣 好 所以這邊做一個recap recap 基本上就是我們要保持去中進化 然後我們要應對pow 移轉到propos中 有一些信任關係改變 我們要做出相對應的改變這樣 那主要最主要是mev boost的介紹 那ePBS主要就是enshrine pbs into ethereum product 就是我們把剛剛的pbs mev boost flashbar 基本上都是和協議程無關的 協議程本身不知道這些東西存在這樣 那ePBS主要要做的就是 我們把pbs這個設計 mev boost這個設計 直接寫進我們的product code裡面 那這個目的就是要取代 我們剛剛講到有一個relay這個角色 是需要被信任的 我們不希望 我們不能一個長久設計的去中間化協議 我們不希望有一個中間化的角色一直在 所以我們必須要移屬他 那移屬的方式 其中一個方式就是 我們直接把pbs見到這個協議當中 用協議的其他角色來取代relay這個角色 好那我只能 這邊是一些因素 所以我只能把它挑過 那ePBS 一樣會有其他的問題 就是我們builder 因為我們現在把主區塊的工作都交給builder的話 那基本上主區塊是一個很複雜 需要很多成本跟心理資源的一個工作 所以這個builder這個角色 這個工作也是會有中心化的問題 那中心化的問題就會有 有審查的問題 就是builder可能不喜歡這個使用者 那他就會 他就會不會收入這個使用者的交易這樣 那這個是我們需要去對抗的問題 那對抗的方式有一個 其中一個方式就是叫做inclusion list 就是說 我們讓proposer 讓validate來指定說 builder必須要收入哪些交易 否則的話 他的區塊就會被視為不合法了 那這裡有一些考量就是 proposer有可能會配合builder 因為builder是主區塊給他錢的人 所以其實proposer會有動機要配合builder 不指定收入任何區塊 那這個inclusion list就沒用了 所以我們會 有改版就叫做forwardinclusion list 就是說 讓dn這個slot的proposer 為下一個n加1區塊來指定inclusion list 那這樣他們就 對proposer來說 他的經濟利益就沒有衝突了這樣 那另外是nevsmoothing跟nev 別人這兩個設計 這兩個設計主要的 要解決的問題就是nev profit nev來源其實不是一個平均分配 或是一個中型分佈 而是一個長尾分佈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validate獲利 都是在非常非常少的區間 然後少部分可以獲得非常非常高的nev獲利 這是 就是 這個是nev的分佈這樣 所以 我們 這會導致的問題就是 像staking pool 像lido staking pool 如果他們本身有很多validate的 就有很多出塊的機會 那表示他更有機會 能夠拿到這些很高獲利的nev 這樣 所以我們要避免 這個情況導致中型化問題 所以我們就要在設計其他機制 能夠避免這個問題的方式 就是這兩種 基本上就是 就是我們把nev獲利 與其分給 與其都有一個proposer讀拿 我們讓所有的validate一起評分 那burn的話 基本上就是 像159一樣 我們再把nev profit全部burn掉 然後這兩種方式 都可以避免說 有一個proposer 能夠突然獲得 一個很大筆的nev收益這樣 那increptment pool 跟fss 這兩個設計 基本上他們出發點 就是要最小化nev 好 好吧 這邊就不細講了 這邊還 這邊發展還很早 所以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這邊就不細講了 好 所以基本上 EPPS的目的就是要取代 一個需要被信任的relay角色 我們想要移除掉這個角色這樣 然後 但是我們EPPS同樣 會有其他問題 就是我們builder 會遇到重心化的問題 然後 重心化就會帶來審查能力的問題 就是 我們要確保我們的交易不會被審查這樣 然後 nev smoothing 跟nev burn 主要就是要避免 因為nev分布 收益分布不均勻的問題 導致中心化問題 一樣 都是中心化問題 所以我們要避免設計出機制來避免validate 因為這樣的因素而導致中心化 好 好 那 接下來是 應用程 就是關於使用者 還有deb這樣 那deb的例子沒有很多 目前就是有一個叫mcmn的設計 那基本上就是 先跳過這個 nev的話 好 那 對使用者來說 這個 重大的改變就是 一個叫orderflow auction 的設計 那 背景呢 基本上就是使用者交易產生nev 他們是產生nev的人 結果 這個nev竟然被searcher拿走 然後跟builder跟proposer共享 user 就是一個 非常慘的一個角色這樣 沒有任何收益 最後回到使用者身上 而且他 使用者還必須要 就是去拜託searcher 拜託builder說 拜託你保護我的交易 不要讓我的交易被搶袍 被善民之家籍這樣 所以user 是一個很可憐的角色 然後所以 後來orderflow auction出來 就是order 基本上就是指使用者交易 那orderflow 就是一堆使用者交易 那所以 我們要針對這些使用者交易 去做拍賣 為什麼 那 他基本上就是說 我是使用者 我有這個order 我有我的交易 你不管你是誰 你是searcher 或是其他人 你想要從我的交易獲利的話 首先你必須一定要拿到我的交易 所以 我就來拍賣我的交易這樣 那orderflow auction 主要有這幾種設計方式 但他們都要懂小意思 基本上就是拍賣 使用者的交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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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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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基本上 大意就是 嗯 我直接進到這個圖片介紹 就是 原本假設Aless使用者 好 他去運營刷做做兌換 他想要 把一個 WBTC賣成USDT好了 然後他想要 他目前價格是2萬6 然後他接受滑價 可能最低滑到2萬550 他要接受USDT的滑價空間被別人吃掉這樣 然後他自己送這筆交易的話 他還要為這筆交易付一個手續費30塊 所以Aless非常慘 他除了要 他有可能被夾掉 被Searcher夾掉 付出50塊 他還要再付出30塊的交易成本 所以只有NEBSearcher可以賺到他身上的50塊 然後10塊 其中的10塊是要付給別人的其他收入幫助的 所以 Aless很高要付出80塊 那我們用NEBWallet之後 在NEBWallet裡面 我User不用自己送交易 而是我 我簽好說我要去兌換 然後兌換接受多少滑價 我指定好之後 我就把這個東西丟出去 那Searcher看到這個東西的話 就會發現 這有利可圖 有50塊的利益 那他就會去送交易 所以 最後其實這個30塊 原本 原本這個 原本30塊的這個手續費是由Searcher付了 那 對Aless來說 首先他使用NEBWallet 他的 他的 對他來說成本 就能夠先省掉這個交易手續費這樣 那 再來是 他另外還可以 使用者還可以 向Searcher 要求要一個回扣這樣 就是我 把交易丟出去 你覺得我的交易能夠獲利的話 那你就去收入幫我送交易 但是我裡面會有一個條件是 你必須要給我回扣 那所以他可以指定說 我最高願意接受50塊的滑價 你把50塊拿走沒有關係 但是 你必須要 給我回扣 讓我最後我總付出成本 只有30塊而已 所以這表示 NEBSearcher 把他夾走 把50塊拿走之後 他要再轉20塊回去給Atlis 那大概也是這樣 所以 Atlis就能夠透過這個設計 透過這個blogger的設計 能夠進一步降低他的成本 然後最後變成30塊 那當然就是前提就是 Searcher要這麼做的動機 一定是他能夠從使用者的交易裡面 獲利才會有這麼做 所以這是必須要注意的 那 NEBWallet 就要搭配NEBWave 這個東西 它基本上就是Wrap ETH 那基本上 就是一個WTH 除了他還有加上一些 NEB的用途的方式這樣 所以在NEBWave裡面 任何人都可以 把這個Wave 把一個Wrap ETH 放在桌上 讓任何人都可以拿走 這是他的設計 那這個TIP 就是這個特別TIP 也可以是 負責 負責就會是像我們剛剛講 就是變成一個rebet的方式 所以 實際上怎麼用呢 在NEBWallet裡面 就是用這個NEBWave 當作TIP 然後只是 它TIP可以是負的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例子 就是使用者 透過這個 negativeTIP 去要求回扣 那如果是 positiveTIP的話 就是說 它可能就是 額外要激勵 激勵搜尋來收入他交易 幫他完成這個動作這樣 那 DEP也可以利用這個TIP的方式 去 去激勵說 Worker來幫我 執行一些 自動化的工作 好 那後面這三個 都是屬於中心化 因為說 NME Wallet NME Book 是屬於去中心化的方式 我把我簽好的東西之後 丟出去我就不管了 那這個 就沒有一個人 中心化角色來負責 那等一下要看到 中心化的方式 就是有個中心化角色 來負責 Autoflow Ocean 那這會比較 使用者不友善 因為 使用者要必須自己去算出說 我要怎麼去調整這個TIP 來讓 社群有足夠動機 但是我又不會付出 很高的成本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User沒有辦法 在這個方式裡面 你把東西丟出去之後 你其實沒有辦法避免說 你的NAV該怎麼被榨取 它可以用搶跑 可以用三明治這種不好的方式來榨取的話 你是沒有什麼手段可以反制的 那相對於在中心化的設計裡面 就這三種的話 它是有一個中心化角色來負責管理這個拍賣 那 對拍賣就是正常的拍賣的方式這樣 那 它會比使用者 會比NAV wallet 跟使用者友善 因為 有那個 那個是有拍賣者來舉行一個競標嘛 所以 一個searcher來競標的話 表示他 他已經決定好 願意付 為這筆錢付多少錢 所以使用者就不是在考慮說 我的TIP要設置多少 才能夠 發揮他正常我預期的效用這樣 那 因為有一個中心化角色來把關 他也可以 避免他可以拒絕說searcher你 他可以要求searcher不能用 對這個使用者有害的方式來套取利益這樣 他只能用background的方式這樣 這是兩個方式的優缺點 好 所以 recap就是 有訂單的人才有 真正有權利 那透過orderflow ocean的方式 讓使用者真正把那個 權利拿回來 不再像是以前那個 只能被 就是被欺壓霸凌的角色這樣 那orderflow ocean有不同的設計 去中間化 有去中間化的好處 中間化也有中間化的好處 嗯 好 這應該快結束 那所以 綜合 我們剛剛協議層跟應用層的來看 當這些被實作之後 我們大概的 整個使用店會長怎樣 那基本上就是 PBS 讓這一個重點就是 validate decentralized 然後 移除 受信任的角色 然後 mv smooth mv burn 進一步也是要避免 避免 validate的中間化 它要保持均中間化 然後一樣 inclusion list 也是要避免 sensor chip導致的審查問題 所以 在 在協議層來說 它的 目標 最重要的目標 都是 保持均中間化 然後保持我們的 我們在 協議層 底層這個東西 是能夠抗審查的這樣 然後 然後 在應用層的話 就是讓 dapp 讓 user 能夠透過 autoflotion 及其他設計 把 nev的權利拿回來 然後 甚至是利用 nev這樣 像剛剛講到那個tip 那如果 我們當初什麼都不做的話 或是我們現在什麼都不做的話 那我們就會變成 我們的反烏托邦 在nev世界的反烏托邦 就是 使用者被霸凌 然後 網路變得很中心化這樣 好 那future 目前兩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 就是 cross domain 他們叫cross domain nev 基本上就是 跨鏈nev 你從 Solona 你同時套Solona ABEX Ethereum上面的 那個dex的架差值的這種 跨nev 跨 domain的nev這樣 然後這個是 目前還沒有 什麼人在探索 沒有什麼人在研究的題目這樣 而且它的profit應該是 要比single domain nev還要大 那 也有人在擔憂 擔心說 這個會導致 也會導致進一步的不平等 就是 我知道怎麼去套 然後cross domain nev的builder 會比single domain nev的builder 更有優勢這樣 那一樣 這又會導致中心化的問題 又是我們另外需要擔心的問題這樣 再來是intent 另外一個很熱門 最近很熱門的主題 就是intent 那intent 背景就是 目前這個是 目前大家習慣的 實用交易方 就是說 我要雙比交易 然後這個交易上面會有 nons x 然後 fee y這樣 那我要去執行 在uniswap 我要去換 用1000usd 去換0.5eth好了 然後 我接受的steep就是1% 所以 你要為了要做這個動作 為了要做這個swap 你要去指定這麼多東西 所以對使用者來說 可能 尤其對一般小伯來說 什麼是uniswap 我要怎麼去執行swap 當然 有deb的方法處理好界面 然後在這後面還有 那些什麼 那我的fee 要怎麼去設置 然後或是 你交易送出去之後 我交易發生什麼事情了 為什麼我的交易會失敗了 這對使用者都是 很大 一個一個 越來越高的門檻這樣 所以intent要做的就是說 對我使用者來說 我就是想要把1000usd 換成 0.5eth就好了 然後 你告訴我說會有滑架 那我接受 那我最低 我只要拿到0.495eth就好 其他請你幫我處理掉 那基本上就是intent做到的事情 那其實現在就已經有很多例子 是用到intent 就像RQSystem 或是Limio的System 就是 我要做這個swap 然後做事上 你給我一個quad 或是我去訂單部上面找 有沒有符合這個swap 我去執行就好了 那aggregate就是 aggregate 不同的AMM 或是做事上的報價 讓幫使用者簡化那個使用流程 簡化那個設計 幫使用者交易項鍊 使用者根本不需要擔心 剛剛講的任何問題這樣 然後跨鏈也會用到 會需要很多intent 那這也是 目前 跨鏈主要也是驅動intent設計的一個領域 那intent就會 讓我們的使用體驗大幅的提升 然後 那它跟NAV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 你需要有一個swap 他們叫做swap 來實現的intent 就是我想要換 但是 你需要有人來幫你 找到最佳路徑來換 來 讓你獲得最好的利益這樣 所以你會需要有一個swap 那swap一定會有動機才會幫你這麼做嘛 所以它會跟NAV有關 那NAV 他們收不得獲利的方式 就可以靠background 或是 如果到時候你有用tip 用NAV width 方式做tip的話 那也可以 好 那這是一篇paradign的 在介紹intent不錯的文章 好 好 那最後就是summary 那基本上summary主要 重點就是 NAV是不會消失的 它只會產生 而且可能越來越多這樣 那NAV如果你不處理的話 它就會找自重電話問題 這非常 對 協議層來說 對整個網路來說 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 我們要 我們會需要持續不斷去精進我們的設計 比如像PBS EPBS 它基本上都是要讓網路保持 去重電話 然後移除 會不會需要性能角色 那在application layer 我們有 現在有autoflow option 讓使用者拿回控制權 然後能夠因此獲利這樣 那searcher跟builder 都會去競爭 然後這個是好的競爭 就是去提供更好的回扣 或是提供更好的使用體驗 來吸引使用者 把訂單交給他 把交易交給他 這樣 那目前 我們還有 還需要解決就是 目前在我們的NAV供應鏈裡面 其實是需要一層一層的信任 但這個是不好了 那未來會需要更多工作 去把這個 性能需求移除掉 那這個是我寫了幾篇 關於NAV的系列文章 大家可以去 測考裡面 裡面有很多內容這樣 好 那應該 沒什麼事 沒什麼事 那可以問一下現在講 MANPOL的機制大概是長什麼樣子嗎 其實有不同種 然後 有人寫了一期的文章還有talk 是在介紹說有哪幾種方式 那其實背後 有最基本就是可能大家現在習慣的門檻簽章 就是有一群人 像Trainlink的Oracle好了 然後他們可以共同組一個公鑰 然後你可以用 你使用者要送交易的時候 你就用那一個共同公鑰加密 那只有那一群人 足夠門檻的人 比如說五個裡面取四個 那才能夠解密這筆交易 那這個是比較common 比較中心化的方法 但是也比較好實說 這是一種方法 那後面還有更進階的密碼學 去能夠去使用來對交易加密 然後只有在交易真的被搜入區塊的時候才能解密 這種東西 但是後面就是很可能 這也是 後面也是我不太懂的密碼學部分 但是 目前都還在很早期的階段 所以 你要真的看到交易被加密 可能還要很長一段時間 就撇除用MPC的做法的話 所以從Memore到上一年 就是這樣子過敏的程度 對對 就是從Memore到上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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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只有確定上一年之後 他才會開始解密這樣 對 這個是最理想的狀況 但是像剛剛講到那個無取式 MPC這種做法的話 你就必須要相信那無取式 裡面 不會有超過四個壞的人 提前把它解密掉這樣 通常解密 應該是不會被算盡 就像我們現在Ethereum交易裡面 他驗你的交易的ECDS的簽章 是不會算你這個錢的 所以 他應該可能會是用類似的做法 但前提也是要 你這個加密不會造成 那個 機器太多的消耗 人員的消耗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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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樣不是有地方說嗎 就是你如果今天要就這樣高 至於被就是 你血人恐怖的話 就是早前那個